天地爱其所生所化之人物 特生圣天子以主宰之养育之 特生三教大圣人以明其造化之理 尽其教化之法 善其万万世运慧之契机 三教圣人都讲的是天人合一 人的真本质 就是每个人的灵魂都是一个旋转的太极 都是道父得母所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讲人韩金音 1961年生于北京 1983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 中国文化报记者 团结出版社编审 作家 画家 单道家 代表作生命禅 一经中的生命密码 内在小孩写道德经 孙悟空出世 道德艺术等 精通易道 传授金丹课程的灵魂工程师 创办道德经艺术馆 用油画揭示长生奥秘 描绘人体的先天世界 第32回 火攻不力 大家好 今天我们讲西游记 金丹揭秘第32回 火攻不力 这个火呢 讲的就是人的这个心 这个火后 这个天地的能量 这个全自动化的这个程序 如果你这个心没有解决 还是一个后天的人心 你就进入不了这个 全自动化的这个过程 天地的能量 一年365天 这个阴阳的变化 在培养人的心灵之光 如果你这个心没有管好 对这个真道和假道不懂 总在人心用事 人心在学佛学道 所以你就得不了真能量 所以你这叫火攻不力 一提解 入无为大道的关键是自然无心 有人心就是后天五行 无法进入先天自动化程序 这第一提解 上面讲的这个唐僧 被这个黄袍怪给变成老虎 这讲的就是人心 这讲的就是人心这个虎 他脱了这个这个难 这讲说就是要进入到这个无心 无为自化 养丹这个过程 那也就是这个人心 这个人心你一定要放下 如果你不放下人心 你就是得了丹 得了能量 他也是后天的妖 而不是先天的佛 这第三十二回的题目 平顶山公巢传信 莲花洞木母逢灾 公巢 日植公巢 讲的是年月日食 天地的自然能量 平顶山 本来是个山 为什么又平顶呢 这就很怪异 莲花洞 莲花本来是本性 为什么莲花洞 会八戒会遭难呢 那这莲花洞一定就是假的 就是假的心 不是真的莲花 是假的莲花 这讲说 如果你是一个假的心 公巢传信 讲的就是天地能量 如果你是人心 这个天地能量 根本你就接受不到 其实所以 一看这个题目 就能看出来 这就是在批判 这个人心之假 所以人心一动 天地能量就隔绝 这个四支公巢 讲的就是这个火工 这个火 一个是人心的造火 一个是无心的 先天的神火 神火是炼丹的 灶火是烧丹的 这个一年四季 这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 一个过程 这个火工 讲的就是这个能量的一个程序 如果你这个心没搞对的话 这个自动的程序 你就进不去 所以叫火工不力 如果一个人修心 修得不到位 还不懂 这是人心修道 还不知道哪个是真正的道心 你这个道就得不到 你就没法修 你一天一天的日子就白过 真正误懂了 什么是道心 什么是人心 用人用道心 不用人心 那你就是过日子 每天就是在修道 你这个心灵之光 他每天就在成长 所以呢 这以后这个四集 讲这个妖怪 到了太上老君的宝贝 这讲就是 他得了先天的宝贝 得了先天的能量 但是妖怪是人心 他是人心 在用先天的宝贝 所以呢 他就是阴气 二 公曹传信 四职公曹 指年月日时自然能量 公曹报信 是讲先天一切 可以通天道 可以预知 第二 公曹传信 唐僧赋得了遵行者 师徒们一心同体 共一西方 自宝相国旧楼公主 成君臣送出城西 说不尽 沿路 鸡餐可饮 夜住小行 却又值三春景后 十吹鸟语 暖轰 花发 遍地方飞 这讲他们又到了春季 又掉了这个阴阳交构的 这种 这种能量的时候 这个环境 就在暗示的后边 讲的什么呢 讲的就是 天地的阴阳交构 其实他讲的就是 就是通过环境 就来暗示这个 就是唐僧呢 他就说 说 前玉山高 孔游护廊 阻挡 孙悟空就说 说你忘了吗 你忘了那个乌朝禅师 传你的心经吗 说心无挂碍 无有恐怖 说 远离颠倒梦想 说只是扫除心上垢 洗净耳边沉 他讲这个道是什么 道是本来就圆满的 只是因为你的心不干净 你的心把这个道遮住了 所以你只要扫除心上垢 洗净耳边沉 不要弄那些乱七八糟的 不要想那么多 但是呢 这个唐僧呢 他这个后天的人心 不是那么快 容易退得掉的 他先是恐惧 担心前面有虎狼 之后他马上又着急 就又有一首诗 他就讲 我们从这个长安出来呀 都走了这么多年了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几时能够此身闲 这个身 他想的这个身闲 比喻的就是 在甲身 在这个肉身上 做活计 就是认甲为真 他讲的就是说 哎呀 说我这个身体什么时候 才能够闲下来 他觉得我太累了 他这就是不认真讲 因为真东西在这个 后天的这个肉身上 在这个后天的这个心上 所以他就很忙 他前是恐惧 后是焦急 什么时候才能到呢 先是害怕 又是焦急 这讲的就是 这个人心 人心的不消停 他想着清静 其实反而因此才不静 讲这个人心放不下 这个真闹就没法行 虽然他在西天取经 但是他这个心 那就差得太远了 这时候他们往前走呢 就碰到一个侨夫 就给他们报信 说 前边六百里远近 明幻平顶山 山中有一栋 明幻莲花栋 栋里有两个魔头 他画影图形 要捉和尚 超明仿性 要吃唐僧 画影图形 就是画了他们的五个人的像 拿着这个相片来找人 就准备要吃唐僧 说那腰有五件宝贝 这宝贝是紫金红葫芦 比喻的是火 杨举 玉镜瓶 比喻的是水 七星剑 比喻的是金 芭蕉扇 比喻的是木 黄金绳 比喻的是土 这讲的说 妖怪 拿的是先天的宝贝 但是呢 他这个宝贝呢 他是用人心做的 所以他就是后天的五行 而唐僧 他们师徒五人 五行合一 这个金丹 这个心灵之光 这是五行合一 所以他是先天 因此先后天 这是有区别的 这个侨夫就说 说这个妖怪呢 神通极大极广 就是青天的玉柱 驾海的金粮 若保得唐僧 合上去 也需要发发婚事 行着道 发几个婚吗 乔子的 要发三四个婚事 行着道 不打紧 不打紧 我们一年 常发七八百个婚 这三四个婚 一的发 发发就过去了 七八百讲的 七八就是十五 十五就是三五合一 就是金丹 这个三四就是七 七就是火 这个火功 这个炼这个金丹 这个火后 这个火功 就是以火来锻炼 孙悟空讲话 我们这一年 都是不断的 一年都是有这个火 所以不在乎 这说着说呢 这人就没了 孙悟空往天上一看 原来是日直工曹 这讲的说 日直工曹 就是年月日食 就是天地的能量 就是这个天道的能量 修先天一切就通天道 老天的能量就加持 因为老天的能量 就是道光德能 当你修了这个先天一切 修了这个道德能量 就和天地一体 所以你想什么 天地的能量 他就同气相求 这个能量就围着你转 他讲的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这讲的就是先天 这个道心 他就通天 可是如果是人心 是一个用人的后天的意识心 想来调动这个先天的能量 那就是不可能的 第三八戒寻山 八戒看到困难就要散火 散火是修丹第一大患 火功不利 丹无法成 第三八戒寻山 这孙悟空呢 听了这个日直公曹的话 就知道前面有麻烦 说怎么办呢 说如果把这个麻烦 跟师父说了 这个师父他不记事 因为这个师父 就是个后天的这个 这个俗人 这还差得远呢 所以一定就害怕就哭了 说如果你不跟他说呢 你让他蒙着走 他要把被妖怪给 给抢了 还得老孙这个费心 说怎么办呢 且等我照顾八戒 一照顾 先着他出头 与那妖怪打一仗 说如果他被妖怪抓了 我再去救他 其实呢 孙悟空就很明白这个事 说你修道往前走 最关键的是什么 最关键的就是这个人心 如果你人心没有问题 修道根本没有问题 这个道是好好的 都出在人心上了 那前面就说 这个唐僧 他就非得觉得 这个白骨精是好人 孙悟空杀了白骨精 就是不仁不义 为什么又惹着白骨精呢 其实就是唐僧要吃要住 就是他的人心 所以惹事的都是人心 这个道是好好的 不用你修 就把人心管好了 就好了 这个猪八戒就是木火一家 所以孙悟空觉得 还是让猪八戒 猪八戒开道 讲的就是这人心开道 人心你要管不好 你这个道就没法修 所以这就是关键 因此呢 就要先收拾这个人心 先把这个猪八戒 把它收拾好了 孙悟空 想好了主意呢 就回来 他就为了说服 让这个猪八戒 让他去前面探听消息 他就装着哭 就装着说 哎呀 这个 前面麻烦可大 这猪八戒一看 一看孙悟空都哭了 孙悟空这么大本事 那他们肯定就是不行的呀 这孙悟空就说 分了吧 你往流沙活还做妖怪 老猪往高老庄上 盼盼婚家 把白马卖了 买口棺材 与师父送老 大家散伙 还往西天去呢 唐僧呢 再马上听了就说 这个憨惑 正走路怎么又胡说了 就讲这个唐僧是个婚的 他根本不知道 前面要发生什么 他根本就 就没有什么感觉 这猪八戒呢 他虽然能感觉了 但是呢 他这个散火 这是修丹的第一大患 这个丹就要日夜不停的 天地这个元气 这个神火 就把这个心灵之光 这个丹光 就把它给凝聚了 把它给提纯了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火 散火 散火 就是没有火 没有火怎么炼丹呢 所以这就是火功不利 丹就无法成 而这个火呢 就出在人心上 就是猪八戒这样的 怕困难 这个恐惧 所以就是 就他这个人心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通过猪八戒 就在展示 这个人心是多么的麻烦 是多么的害到 所以呢 为了治这个人心 孙悟空呢 就说 两件事你选吧 一个事是伺候师父 一个事呢 是群山 猪八戒就问 说那怎么伺候呢 他说 就要 师父要吃 你就得给化斋 师父走路累了 你就得背着 如何如何 得伺候师父 这个猪八戒就说 说那可不行 说如果 在一个荒雕野劲 去化斋 说那些人 要拿我当个猪 给我这个 宰了去过年 说这不就糟了吗 说那 孙悟空说 那你就寻山去吧 说寻山是怎么样呢 悟空道 就如此山 打听有多少妖怪 是什么山 是什么洞 我们好过去 其实这个呢 讲的是探明阴阳消息 打听真假 这讲的是 八戒来探消息 讲的是要谨慎小心 运用这个火候 这个火功 一定要知真假 要知道这个阴阳消息 其实是这个意思 八戒道 这个小可 老猪去寻山吧 所以气昂昂的 就奔大陆去 去寻山去了 四 灰心散漫 八戒寻山 偷奸耍滑 撒谎骗人 一心深暗鬼 展示人心的阴气 人心无法修道 道是纯阳 第四 灰心散漫 说这个猪八戒 这个人心 他就不老实 孙悟空呢 就不放心 就变了个 结阔虫 就跟着他 这猪八戒呢 哪知道身上有人 行了七八里 把钉耙撇下 调转头来 望着唐僧 直手画脚的骂 骂了唐僧 骂沙僧 骂了沙僧 又骂悟空 他讲说 你们修道 为什么我来替你们打工呢 这就是一个计较得失心 他不知道 孙悟空就在他身上 讲是只知道换身 只知道 哎呀我走得累了 他讲就是只知道这个换身 而不知道身外有身 这个心灵之光是一个 身外的一个无形的东西 并不是这个肉身上的 所以走累一点了 就要休息 就要睡觉 这比喻的就是那些 所谓这个进山修行的 要去清修的 只是在换身上做文章 下功夫 这就不知真假 这时候孙悟空的就变成一个 一个琢磨虫 一个琢磨鸟 这虫不大不小的 上乘称 只有二三两种 二三就是五行 红 红铜嘴 黑铁角 红是火 黑是水 这是水火 济济 讲究孙悟空 他变得这个小虫子 其实就是先天一气 这个猪八戒倒头就睡 正睡着呢 就被他罩嘴唇上 扎了一下 那呆子慌忙起来 口里转两道 有妖怪 有妖怪 把我戳了一枪去了 嘴上好不疼啊 伸手摸摸 殃出雪来 孙悟空的这个桌 讲的就是先天一气 先天一气桌出雪来 雪对应就是心 他在这昏睡 讲的就是心是昏的 因为这个心是昏的 他看问题 看的就是错的 所以他口不择言 在这胡骂乱骂 因此呢 就是让他嘴要小心点 不要胡说八道 所以把他那个嘴 给他多出雪来 实际是让他这个神醒过来 不要在这乱说 这个多也就是先天一气 来化解 出用这个猪八戒的 这个后天意识心 这个阴气 然后这猪八戒就说 说这个虫子 为什么多他呢 他说这虫子 肯定是把我当成一棵树了 把我这猪嘴 当一段黑球枯烂的树 那中生了虫 寻床吃的 将我多了一下 等我把嘴揣在怀里睡吧 这个孙悟空多他一下 是让他醒 是让他那个神不要昏 结果他不仅不行 更昏了 他还这样看问题 这讲的说 用人心修道 这种计较得失心 这种怕困难 注重这个换身 走一会儿累了就要睡觉 讲的就是注重换身 这神就是昏的 所以他就不灵 所以他看问题呢 看的就都是假的 这就比于那些 或者守空禅 守这个寂寞 以为得真 入山养静 以为就得到 这就是自欺欺人 什么哪个山 住了多少道人 都是骗的 都是骗人的 那都是在换身上 这个做功夫 都是后天之假 然后呢 他又睡了呢 这宋空就又多他 这回呢 刚才多的是嘴 这回多的是耳朵 就说他神是昏的 耳不聪 目不明 所以就是让他 还是唤醒呢 这呆子呢 就更蠢了 慌的爬起来 这个亡人 却打搅得我狠 想被这里是他的巢穴 生蛋不出 怕我站了 故此这般打搅 爸爸把不睡他了 举着钉耙 静冲红草坡 找路又走 就讲着猪八戒 这么可笑 讲的就是人心的可笑 他看问题吧 完全看的就是错的 当下 这个孙悟空是一个无形的 他这个无形的能量 他变了一个 变了一个小鸟 在多他 他讲就是说 人心 看不到无形 他把这个问题看的 全是南辕北辙 黑白颠倒 他根本看不清这个真相 看不清这个能量 这就比喻这个 人心就像一个瞎子 耳不聪目不明 嘴里还在胡说八道 这个作者就用猪八戒 这个愚蠢来展示人心 所以读者在笑猪八戒的时候 是否能够反思自己的心 其实就像猪八戒一样 看不清真能量 都是蒙头撞脑的 神都是昏的 所以非常的喜欢修道好道 但是呢 神是昏的 是人心在修道 其实就是猪八戒修道 所以在笑话猪八戒的时候 不要白笑话了 否则的话 作者就白用心了 其实他是让人来觉悟 这个人心是多么的愚蠢 可不喜坏了孙行者 笑道个美猴啊 行着道 这憨恨 大睁着两个眼睛 连自家人也认不得 这就是讲的说 人心呢 他就看不到无形 其实这个能量场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根本就 就看不清楚 然后呢 纵空就又变成 一个 劫壳虫 钉在他耳朵后面 不离他身上 那呆子又走了四五里 只见 那个凹凸中 有桌面大的 四四方方三块青石头 呆子放下爬 对石头唱个大诺 这呆子呢 就对这个石头说话 说什么 就撒谎 说我这回去 见了师父 若问有妖怪 就说有妖怪 说妖怪在哪 说我只说 就是石头山 说在什么洞呢 就说石头洞 说他 问这个什么门呢 说就是丁丁的 铁业门 说这个门上有多个丁呢 说我就 也没细看 所以没记得多少个丁 说问你 要走多远呢 要走多远呢 说只入 入内有三层 就把这个谎话 编造情的 哄得毕马弯曲 这就讲的说 这个人心 狡诈的人心 他撒谎 讲的就是他在脱离能量 他就是没有能量的 他就是假的 就是艰难 残滑坏 就这个人心 那个毛病就太多了 五 心之狐疑 这次行者没跟着八戒 他却以为路上看到的老虎 枯树都是行者变的 考验他 展示人心的狐疑 不看破人心 道就无法修 第五 心之疑惑 这猪八戒呢 说这个话 说必不多时 那呆子走将来 又怕忘了谎 又怕忘了那谎 低着头 低着头 口里温习 被行者 喝了一声道 呆子念什么呢 就说这个猪八戒 让他去寻山 他不负责任 他走着走着 他就要睡觉 他还骂人 还睡觉 还撒谎 这就是人心 人心就是这样的 虚滑不实 这怎么能够得到呢 所以你如果看不清人心 不能铲除这个人心 不能改掉人心这个坏毛病 这个道德能量 白在你面前 你也接受不到 然后呢 这呆着 这个猪八戒就跟 唐僧就撒谎 前面有妖怪呀 怎么怎么样的 就是那一套谎话就在说 然后孙悟空就忍不住了 想是在草里睡着了 说的是梦话 然后这猪八戒就惊了 哟 说怎么 我说的什么话 怎么 怎么宋悟空都知道了 这宋悟空就说 说这般要紧的所在 叫你去寻山 你却去睡觉 不是啄木虫 钉你醒来 你还在那里睡呢 急钉醒 又编这样大谎 可不顾了大事 你快伸过孤怪来 打五棍寄心 五呢 就是五行 五行就是一气 孙悟空的棒子 就是先天一气 也就是说 你这个猪八戒 这个人心 他就是没能量的 就是假的 就在这撒谎 这个唐松就说 哎呀说 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 你先不要打他了 过了山再说嘛 那这个猪八戒的 就没办法了 他就又去寻山去了 被骂了以后 他就他就 就去寻山 那呆子 只得爬起来 奔上大路 又去 你看他疑心 生暗鬼 步步 只疑是行者 变了跟着他 故见一物 即疑是行者 说这个人心一动 精气神 这个本性之光 就化为阴气 所以叫一心生暗鬼 这是你看不见的 这个鬼气 上一次呢 是孙悟空跟着 这一次没跟着 他就以为还跟着 走有七八里 见一只老虎 从山坡上跑过 他也不怕 举着钉耙道 师兄 来听说谎的 这遭不编了 又走出 那山风 来得甚猛 呼的一声 把棵枯树刮到 这个滚至面前 他又跌脚 垂胸的道 哥呀 这是怎的起 一行说 不敢编谎罢了 怎么用变术来打人 又走向前 只见一个白净老鸭 当头喳喳的 连叫几声 他又道 哥哥不休不休 我说不编就不编了 只管又变得 老鸭怎的 你来听吗 原来这一番行者 却不曾跟他去 他那里却自惊自怪 乱疑乱猜 故无往而不移 是行者随他深夜 这展示的就是 人心的疑惑 就是说 人心就是撒谎 疑惑不定 没有真心 没有真心 这个软弱恐惧 所以人心呢 就有很多的麻烦 通过猪八戒 展示的就是人心 所以这个人心 如果你看不破 你放不下 你管不好它 这样的心 怎么能够修到呢 反过来说 如果你能够领悟 能够看破人心 这个人心就是个破烂 你把它都看清楚了 这个人心就能够放下 一放下 到本来就在 根本就不用凶 六 八戒被擒 八戒阴性的人心 就招来阴魔 被妖怪抓进洞里 泡在水里 准备脱了毛 用盐 腌着吃 第六 八戒被擒 所以有这样的人心 这就是阴气 就自遭磨难 所以他就落在妖怪手里 说这个两个妖怪呢 莲花洞的妖怪 一换金脚大王 一换银脚大王 金呢就是阳 银呢就是阴 但是呢 脚就是过 阳就是阳炕 阴就是阴炕 它都不是阴阳中和之道 所以他们都是 带着这个阴气的 所以叫金脚银脚 他们俩就说 说这个 怎么还不去寻山呢 这个金脚道 兄弟 你今日与我去寻寻 银脚道 今日寻山怎地 金脚道 你不知 晋文的东土唐朝 拆个玉帝唐僧 往西方拜佛 一行四众 叫做 孙行者 猪八戒 扎和尚 连马无口 你看他在哪处 与我把他拿来 这个老妖 就命令这个二妖 去拿 这个老妖又说 说我记得他的模样 曾将他师徒画了一个影 图了一个形 你可拿去 但遇着和尚 以此赵燕赵燕 这个哈 讲的就是 先天是 无形的 他这个有形 就是后天的 他要 这个 拿着这个 图像 去找这个唐僧师徒 就是想 以这个 后天 去拜先天 拜坏 这个先天 这个唐僧呢 讲的就是 这个道光 就是心灵之光 说他们要 吃唐僧肉 其实讲的就是 吃这个光 说这个先天 后天 关键看人心 如果你用人心 他就是魔 如果 你是无心 他就成圣 所以说 这个能量 就看什么样的心在用 所以你如果不明白真假 人心就是假 道心就是真 不明白真假 你就无法修道 然后呢 他们走在前面就碰到了 猪八戒 那个小妖儿就说 大王 这个和尚 向着图中 猪八戒模样 这一看呢 就对上了 然后八戒 看见大惊到 怪到 这些是没精神的 原来是 他把我的 影神 传江来演 这讲说 这个妖精呢 他在抓这个 唐僧师徒的时候 他先画了这个画 其实他就是先用这个巫术 把人这个神做了手脚 让人的这个神呢 就很没有精神 他就很容易得手 所以就这样了 这一群小妖 就把猪八戒呢 给抓了 抓了猪八戒 就泡在水里 准备退毛 拿盐腌了 再吃这个肉 这一集就讲这么多 下一集再见 这一集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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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